昨天北水的走向 润啤有北水流入 青啤昨天在香港 另一種啤酒股升了4% 青啤的A股一度升了 一成要升停板 歐國杯星期五就開落 接下來還有東京奧運 夏天又說啤酒股有機會加價 你覺得啤酒股的短期前景 你又看不看好呢? 啤酒股是屬於 第一季開錢的股份 基本上 其實中線的體 去年夏天已經開始說 內地龍頭的啤酒生產商 都在做一件事 就是將品牌的地位提升 品牌的地位提升 代表什麼?推出一些比較高價 的品牌出來 爭取一些中產階級的市場 理論上價格也高 抵消他們的原材料成本上升 所以這是龍頭企業 剛才所說 有一個主宰的定價能力 才能做得到的 如果你加價 如果你不是龍頭的話 你不買你 很簡單 所以這是他們 以去年夏半年開始 已經做的了 而今年來說 當然剛才提到的一個重要 首先第一個傳統性的 色素宏貴 就是下跪 喝啤酒喝多些 還有一些體育城市 歐國杯來 不醉無歸 很多人都會 所以這真的有些 歸節性 或者一些突發性 因素 帶動這堆啤酒杯向上 所以短期來說 都會相當好 昨天來說 看到大成交連續兩支大 陽足華啤 令大陽足相 兩間都是 就是華啤和青啤 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打算挑戰歷史高位 短期的走勢 短期的走勢 不道高位不霸 反而反過來 去到高位後 再看看股票能否站得穩 然後再向上 大家要留意 近期有很多股份 去到新高 可能會有些回肚 要留意一下情況 但你說 行業內好 或者本身企業內好 其實華人啤酒 青啤酒之前 去見一些投資者會議 都看到今年 都會有些加價行動 這應該是市場消化的 所以其實都不停令股價 比較穩陣 我覺得行業 企業本身的消息 是證明的 都可以繼續支持股價 挑戰一些安歷史高位 我們一會兒的 ET 個股推介 都會談華潤啤酒 都是推介的 一會兒給大家買入價 不過現在 剛才也說到 我第一季 錯過了你的推介 現在升了這麼多 如果真的想買的時候 你會建議華啤和青啤 還是近日升得不急 白威亞太 其實華啤和白威 華啤的青啤很明顯就是一個類 即是內地市場 內地市場 很集中 白威亞太太 其實是亞太橋市場 內地市場之尾 可能也有 但當然 還未去到華啤和青啤市場地位 剛才我所說 你一間公司做了一個 叫做龍頭 主持有定格能力 其實華啤和青啤市場 可能會比較明顯 八威亞太太 可能會相對 焦點目標 在中國 可能會令它更加實色 但當然 有沒有錢 華啤和青啤市場 一手都不便宜 入場費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 可能會少些三個參與 所以八威亞太太 如果華啤酒 就能夠瞄準八威 可以補足短期的成功